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新春的祝福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 乘上启下的重要一年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的一年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着力 稳增长 控物价 调结构 惠民生 抓改革 处和谐 各项事业全面推进 今天的中国 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社会更加和谐 人民更加幸福 中华民族正以昂扬的姿态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2012年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 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描绘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红伟蓝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侨泡们 朋友们 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结果 长期以来 广大海外侨泡秉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发扬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 在成就自身事业的同时 为祖国 祖籍国的发展进步 为中华文化的代代相传 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做出了重要贡献 借此机会 我仅代表国务院侨泡办公室 向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中国繁荣发展的 广大海外侨泡 致以从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侨泡们 朋友们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侨务工作 始终关心广大海外侨泡和归侨条件的生存与发展 去年 国务院侨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 侨务工作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落实党的侨务政策 支持海外侨泡 归侨条件 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 与和平统一大业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 为侨服务的宗旨 全面推进侨务工作科学发展 尽最大努力 实现好 维护好 和发展好广大海外侨泡和归侨条件的根本力 侨泡们 朋友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这个中国梦伴随中华民族历经磨难 今天正逐步变为现实 让我们共同携手 继续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厚德载目 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 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忠心祝愿广大海外侨泡和归侨条件 在新的一年里 吉祥 安康 事业兴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